我就奇怪了 这帽子怎么就没法给扣严实了 DX9钢索尾光形态的尺寸和NA钢索类似的 基本可以算作是同一比例 全身包裹比较严实 整体的细节刻画也没有特别突出的问题 脚趾没有额外的分件银色涂装部分 也能看到不太和谐的颗粒 神态刻画比较到位 可以看出钢索强大的能力和不太富裕的智力 直接来看变形作成 把龙头后翻 上半身解锁 向两侧打开 把上半身提起 旋转人形小臂 拉出手掌 把双臂翻起让出空间 翻起尾巴 左右分离 颜关节打开尾巴 把人形小腿翻出 尾部件下折 颜关节翻折尾巴 再把小腿扣歌 旋转双腿 翻起胸口 旋转腰部 把双臂翻中到人形位置 把龙形脖子前翻 打开脖子后翻盖板 翻出头部需要借助工具 把盖板扣合 把龙头下折到底 再整体前翻 和胸口锁定 把大剑和大枪插进手心 安装王冠的时候需要小心扎手 玩具的变形过程不难 有别于类之一形态钢索玩具的常见设计 DX-0突破了固有的思维模式 开创了全新的变形逻辑 再版玩具的部分关节紧到令人发指 做工也不太精细 但它别出心裁的设计 放在今天来看也非常具有创意 猜吧 该谁了